其實呢那天在立法院跟吳釗燮部長在進行質詢的過程當中 雖然大家的印象是停留在他不斷的跳針告我藐視國會罪啊 但其實當天我們還有一些比較更有意義的一些討論內容 那主要是我詢問他這一段時間以來 我們援助了烏克蘭總共的額度是多少經費 那他回答我呢大概一億出頭左右 那接下來我詢問他說那我們是怎麼樣運用這些款項的 因為就我知道我們會選擇比如說像是波蘭啊立陶宛啊捷克啊等等的國家 用專簽的方式那來協助烏克蘭 詢問他有沒有這樣子的事情 他也在立法院呢也很坦誠的說 對確實我們就是用這樣的方式來進行 那再來我又問了蕭美琴副總統他准副總統他到捷克出訪的時候 那有沒有去談論相關的支援烏克蘭的計畫 他說沒有相關 那我問了說那是沒有相關還是時間點沒有重合 他說的是沒有相關 也就是他認為外交不一直都在推進這件事情 並不是因為蕭美琴副總統去 但我的質疑是那蕭美琴副總統去的時候 有討論沒討論那捷克政府方有關心沒關心 這件事情我們不得而知 好那後來因為我的這個質詢那有媒體記者有問我說 那是不是有掌握一些這個資訊 那我就講了我的質疑是 今天因為我們援助烏克蘭一億美金這麼高的一個金額 那但是卻是透過其他的國家 專案再轉進去到烏克蘭裡面 那到底要如何去監督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像我們在台灣比如我們地震 那我們有善款我們都會有善款的委員會 我們都會來逐一的監督 可是像這樣子投入到烏克蘭 我們如果沒有直接投入而是透過其他的國家 那我們監督善款使用的難度就有所提高了 那到底這些錢有多少最後的資源 是完完整整的進入到了烏克蘭 我會提出質疑 那所以呢我也談到就是說呢 其實實際上我們的政府在跟包含是捷克等國家 我等一下會用捷克來做舉例 我相信不只捷克 那專簽的過程當中 他不只是協助烏克蘭而已 他還會變成是跟介入到了其他國家的內政裡面 那因為講了這個新聞之後 昨天晚間大概時間沒有太確定八九點嘛 反正晚上那個這個外交部就突然發了一個新聞稿 然後就說全屬空穴來風 說譴責許巧欣委員說我說的全部都是假的 然後說呢 事實澄清我國與歐洲相近理念的國家合作 那都是呢公開透明的 公開透明的他們是這樣寫的 那所以我才不得不 我本來只是想要講一下這個框架 我們是怎麼運作 但是如果今天外交部要質疑我 講的話是空穴來風 那我就必須要拿出證據打臉他們 所謂的合作方式是公開透明 我去檢查了當時簽下那一份捷克的相關合約的時候 那我們MOU的時候 我們所提供的新聞稿裡面 只提到了台灣會提供一些不錯的醫療資源 那來協助烏克蘭 可是實情是這樣嗎 他說合作方式都是公開透明的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份文書裡面 我拿這個有檔的好了 我不應該給大家看的部分我都會貼掉 因為我想我還是有保密的義務 這是一份密件 解密的時間是122年的12月31號 所以他們一方面告訴我們說 我們跟 哎呦對不起 一方面告訴我們說 我們跟這些國家的合作都是公開透明 一方面他其實這個相關的MOU的文件 跟要如何進行 全部都是密件要到122年的12月31號才解密 所以我在這邊大聲的呼籍 所以我在這邊大聲的呼籲 但是我可以給大家看到我們的這個做法是怎麼樣的 大家可以先看到當時簽約的時間點是在2023年的12月1號的簽約 簽約的人是沒有問題的就是捷克代表處跟我們台灣代表處的簽約 這看起來是一份再正常不過的MOU 但是當我繼續檢核裡面內容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 等等我喔 我再給大家看一次喔 公開透明嘛 這份我一定要一直拿著 公開透明公開透明 他說都公開透明對不對 整体规划历时36个月 与捷克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负担之预估 经费多少呢 美金一千万 这个部分在当时MOU签约的时候 我回去查了新闻稿 根本没有提到 所以昨天晚上 外交部所说的公开透明 是公开在哪里呢 是透明在哪里呢 再来 这个计划 他很明确的表示 要指定给捷克卫生科技院 请大家记好这个名字 捷克卫生科技院CHTI 要由他来做本案的执行 所以我刚刚说了嘛 签约的时候没有什么问题 是我们的台北办事处 跟我们捷克这边政府之间的签约 可是他们将这个一千万美元指定给CHTI 来进行执行 好那在这个地方又再一次写到了 由这个捷克卫生科技院 来做指定的执行单位 而我们在这里也写到了 一千万美金里面 要有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 也就是三百万美元到四百万美元 用于台湾制造的采购产品 我对于台湾制造采购产品能够协助到乌克兰 一点意见都没有 可是我们有公开透明吗 没有 再来这三百万到四百万元的采购产品 它到时候它是要属于公开招标 还是限制性招标 因为这整份都是蜜餐 是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的 那这块肥肉到底是谁能吃 难道是要跟政府很好的关系的 好的有人的 才能够参与到 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当中吗 这一点是外交部必须要来说明的 好再来 这里有提到 那很多人会问说那我们前富了没吗 下一个问题前富了没 在2024年开始实施 备忘录实施后的第二十天 就要先将三百万元 播放 拨款至指定单位的指定账户 所以目前我们已经汇款了三百万元的美金 在这个案子上面 2024 2025 2026都还要持续 所以我们才会去质疑说 那肖美琴准副总统到捷克去的时候 不是说肖美琴副总统有没有去关心这个案子 而是捷克方面有没有来关心这个案子 好这是完全不同的命题 最后我要提一个我觉得最严重的事情是 我们刚才都说我们刚才都说是台湾办事处跟捷克办事处 我们共同签的约 那我想请问大家既然我们双边签的约一千万美金 应该要进到什么样的账户 然后我们后续才能够做查核 直接给大家看 在这里 账户名称就是刚刚讲的那家公司 CHTI 所以不是进到捷克的政府 是进到那家公司 好那这时候大家就会问 捷克科技院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它是一家很棒的很好的公司 我们也会举双手双脚赞成啊 因为我们都愿意支持乌克兰啊 可是抱歉 就是因为我这个人身性比较追根究底 经过我的查询 这个CHTI Institute 他的Board of Directors 抱歉下面被截掉了 但是如果看我的脸书会看得到 就是这一位 Patrick Foyt 那他呢 在112年3月17号的时候 来 他是一个捷克医材制造与供应商协会的副会长 Patrick Foyt 在112年3月17号来拜会台湾 他们讨论什么呢 乌克兰等国家欧洲 跟非洲医疗的市场进行交流跟讨论 照片在这里 他的X你们也可以上去看 他跟非常多捷克在地的国会议员 有非常深入的交流 在这里我不称呼他为金主 我想金主两个字或许是中了一些 我没有直接证据我不这么说 但他在捷克有特殊的政治关系以及倾向 所以我们这整份1000万美元的计划 不过就是变成了本来好意要援助乌克兰 但是最后变成了间接介入了捷克的内政 112年的3月 这个人才来台湾讨论乌克兰相关的案子 112年的12月就签下了1000万元美金的大案 那这个难道不起人疑斗吗 所以要再次重申 我们都支持援助乌克兰 但是当今天外交部指控我所说的都是空穴来风 都是公开透明的时候 我今天所揭露的资料 在当时他们签订MOU的时候 1000万美金这么大的一笔经费 他们有负责任的向人民说明吗 就连那300到400万美金 台湾能够去采购的衣材 未来要如何的发包 是限制性的发包 还是公开的 都没有人知道 外交部难道不需要说明吗 不是你今天抹黑我 攻击我 乱讲一通 这份公文就会不见 你们所签订的MOU就不会是事实 付出去的 已经付出去的300万美金 跟到这家公司的私人户头的事实就会改变 以上说明 才能速度一ви 感谢观看